为国发起灭蜀之战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蜀国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就是大将军姜维既不在汉中前线 也不在都城之中 用魏国人的话说就是远离朝窟 用力为义 姜维到哪去了呢 在达中屯田 也就是领着军队开荒种地去了 姜维为什么要去耕种塔中呢 实际上是受到了宦官皇后的陷害 这就是有名的避祸塔中 皇后这个人可能老早就服侍流产 等到流产长大了就更加的喜欢他 皇后又善于逢迎 非常的狡黠 所以逐渐的爬上了高位 以至于操弄威禀 竟然连大将军都对他无可奈何 但是若是有一个人在 皇后这种人可以得宠 绝对不会有权 因而也就不会因他导致国家灭亡 这个人就是董允 董允赐修昭 是长军中郎将董和的儿子 流产被立为太子时 董允被选为摄人 调任喜马 流产继承地位后 升为皇门侍郎 丞相诸葛亮 北上住在汉中时 担心后主年轻 不懂得分辨是非轻重 认为董允秉心 公正无私 让他入宫辅佐后主罪是适当 于是尚书给刘禅说 是中国幽知 费医 侍郎董允等人 都是先帝通过精心选拔 留给陛下的众臣 至于斟酌可否 尽忠尽言 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我认为宫中的事情 不论大小 全都向他们讨教 一定可以补缺堵漏 并有所增广改善 如果陛下听不到 振兴圣德的谏言 那么就当严惩 董允等人以招张他们怠慢失职的罪责 诸葛亮不久就请刘禅任命费一位 丞相参军 董允随即升为适中 由于虎奔中郎将来敏升任为辅军将军 同被诸葛亮调去汉中担任军纪酒 董允兼任了虎奔中郎将 统领素未亲兵 郭幽知的性格向来和善温顺 只不过挂名而已 向后主尽言劝谏的重任 全由董允承担了 董允的处世之事 重在防威杜剑 因此可以说是穷尽了 匡政补救的法门 刘禅常想才选天下美女来充实后宫 董允认为 自古以来天子的后妃 数也不过十二名而已 现在贫强足数 不应再有所增加 就始终坚持不肯让步 刘禅非常畏惧董允 上书领奖晚 兼任一周刺史时 上书请求 让位给费一和董允 又表奏说 董允在宫内任职多年 辅佐王室应当赐给他风绝采意 以表彰他的功勋 董允坚决推让 不肯接受 刘禅渐渐长大 喜欢宦官皇后 皇后谄媚逢迎 而又狡黠非常 一心钻营 打算爬上高杆 董允经常对上则态度 严肃的匡政厚主 对下则多次指斥皇后 皇后畏惧董允 不敢胡作非为 在董允辅佐期间 皇后的职位 终究不过是 一介皇门城而已 有一次 董允曾和尚书令费一 终点军胡继等人 约定外出游宴 车马都已准备停荡 这时职任郎中的襄阳人 董辉前来拜见 董辉年轻而观小 见董允即将出门 待了几分钟 便起身告辞 董允不让他走 说道 本来出门的目的 就是想跟朋友们 交游谈心的 现在您既以屈尊来访 正好续谈 久别之后的感受 放弃这样的续谈 而赶到别处去聚会 实在没有这个道理 于是下令解开车马 费一等人 也只好停车不去了 他坚持正道 而领先下市 都向上面所陈述的势力 延熙六年 243年 给董允家 官府国将军 七年 以市中 职务代理上书令 作为大将军 费一的副手 延熙九年去世 黄昊在董允 掌管宫中事务时 不过是一个黄门城 即便是和流缠关系近 但由于董允的限制 实在也翻不起 什么大浪来 不过从陈芝开始 黄昊就渐渐的得势了 到了陈芝死后 黄昊更是 从黄门侍郎 一路高升 到了内常市 奉车都尉的高官 有了权力 黄昊开始弄权 连大将军这样的第一高官 都敢动脑筋撤换 真是气焰熏天 黄昊想撤了姜维 换上又大将军言语 不知是不是因为 姜维避祸塔中 不在成都 黄昊无从下手 反正此事最终没有实施 但是 姜维大将军的职务 还在 权力却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 为国发起了 灭蜀之战 姜维上表让 流产派兵把守 阳安关口和 阴平桥头 却因为黄昊的 从中作梗而一物 当然 国家大事 最终的决定 全在于皇帝 但是 不用说是流产 这样的无能之辈 就是英才雄主 身边的人 也是各自 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尽管流产 是个扶不起来的主儿 但外有诸葛亮 内有董允这样的官员在 属汉国 还是不容小觑的 黄昊把持了朝政 这情况 就不一样了 一个窝囊 废皇帝身边 再有一个奸邪的内侍宦官 这个国家想好也难 这就好比是一棵树 旁边有一个 浇水施肥的人 和有一个 袍根包皮的人 肯定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如此 蜀国人想念董允 是有他的道理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出品的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